欢迎收看小高 随着WTA年度总决赛的结束 郑亲文的2024年赛年也结束了 在结束了赛年任务之后 郑亲文将得到一个多月的休息调整的时间 这对于忙碌了一整年的郑亲文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要知道此前一个月两三个大赛的密集赛程 让郑亲文这边也需要改更多的休息 整个赛年最终交出了三个冠军三个亚军 这一年对于郑亲文来说是个丰收年 唯一可惜的是在WTA的年度总决赛 首次进入年度总决赛的郑亲文没有一黑到底 把最终的冠军和480万美元的奖金收入囊中 辛苦奋斗了一年 郑亲文一共拿到了多少奖金呢 近期WTA公布了赛年奖金 萨巴伦卡不负众望地拿到了将近排行榜第一 他拿到了972万美元的奖金 因为在年度总决赛止步四强 萨巴伦卡的奖金没有突破1000万 而郑亲文这边呢 丢贯的郑亲文在年度总决赛拿到了230万美元的奖金 这让郑亲文年度总奖金来到了555.9万美元 约合3990万人民币 3990万人民币 郑亲文的收获满满 不过众所皆知 这只是郑亲文得到的账面数字 为什么呢 首先作为中国网球协会的一员 郑亲文需要缴纳给网协11%的奖金 当然这些奖金也不是白给的 当郑亲文备战奥运会 亚运会等等大赛的时候 网协也会给出资金资源等等的配套帮助 让郑亲文更好地去备战比赛 同时 网协也会积极地为郑亲文争取到更多的奖励 以及商业开发的机会 除了上交给网协11%的奖金 郑亲文还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团队队员经纪人等等的分成 这一笔奖金下来 郑亲文最终能够拿到手的 大概就是48至49% 这也意味着这3990万 郑亲文扣除了相关的费用之后 还剩下1915万左右 扣除的数字也还是惊人 不过 郑亲文或许并不是在乎这些 因为3990万人民币的奖金数字虽然吓人 但是和郑亲文如今手握的 十几个大牌的赞助合同相比较 这个数字并不会显得特别巨大 毕竟郑亲文如今的商业价值非常的惊人 在这个赛年 郑亲文的比赛奖金收入 加广告代言收入 有机会让他和谷爱玲掰手腕 角逐2024年收入最高的 中国女子运动员的称号 我们下车的称号 我们下车的称号 都下车的称号 就要给我们下车的称号